1911年清帝序内后,青东陵内的办事机构,虽然保留下来,各种祭祀活动照就举行,但领寝原意的奉享却得不到有效保障, 断了生活来源,一些人就被迫干起了坚守自盗的勾当,1926年,奉军某步进驻东陵,大自发卖陵区树木,不几年,将陵区内漫山遍野的林木刀卖一空,守陵原意也纷纷趁乱效法,更有甚者,逐渐发展至盗卖公务,金银器敏,铜鹿,铜鹤,铜银等陈列品,1928年春,青东陵发生了第一起掘坟道保安, 一伙土匪潜入惠陵飞远寝,掘开一座地宫,毁官抛尸,掠遭了全部殉藏宝物,从此,掀起了一系列道挖青东陵珍宝的风潮, 1928年春,孙殿英率领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下辖的第十二军,就主扎在济县马身小一带,这里向东不过十多华里就是青东陵, 孙殿英1889年到1947年,名奎远,辱名金贵,人称孙老殿,又因他满脸麻子,也叫孙大麻子,他是河南永城县人, 早年游手好闲,曾干过赌钱、贩毒、土匪等勾当,后来混迹军旅,靠钻营朱建出人头地,是个有奶就是娘的角色, 1928年春,孙殿英被蒋进时收编,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,其实,东陵内的一些物品,被偷盗者,经马身桥四处销赃,孙殿英不由对东陵珍宝动了染指之心, 1928年6月,奉军第28军月召临手下马福田部,奉命松宝定调房阮县, 马福田曾是东陵一带的土匪,经常与另一名土匪王少义,合伙绑票诈取民财, 后来两人被月照林收编,让马当了一名团长,马福田途经玉田县新安镇时, 虎同王少义拉出一部分手下开进马兰玉,企图盗绝各领,这个讯息被孙殿英贞之后, 他立即命令手下第八师师长,谭温将率一个旅的兵力兴也开进马兰玉,双方短兵相接,展开一场激战, 最后,马福田寡部敌众,率部溃散奔逃,谭温将控制马兰玉阵后,纵兵抢掠,随即开进东陵陵区, 1928年7月2日,谭温将实际控制了东陵地区,随即张贴告示,声称要在东陵一带进行军事演习, 实施戒严,严禁陵区百姓任意走动,与此同时,孙殿英又指使部下第七旅旅长韩大宝率兵一团, 攻兵一营,排击炮一连从陵区西面的伟子玉开进陵区,并扬言与谭温将不合, 要在东陵决一词雄,在御陵一带扎下人马,谭,韩双方表面上是铜水火,实际上是一丘之河,都是为道陵而来, 他们从七月四日至七月十日,利用七天七夜的时间,分别盗掘了乾隆币御陵地区和慈禧陵地区, 掠走了全部珍宝,谭温将不进入慈禧陵,苦于找不到地区入口, 就从村里抓了一个老西人,威逼恐吓想破他说出了地区入口所在位置, 他们先在方程的砖券洞,尽头墙扔下,绝开数块慢地面的条石,往下深挖六七尺,进至金刚墙处, 然后,抽出墙上的石块,露出一个长不足二尺,宽一尺的洞口, 士兵们在长官的都市下,打着手电,从洞口鱼罐而入,经过砖汽斜坡,向里行十米左右, 来到毕宫石门处,他们推门不动,就用斧头等力气,在石门下部队凤处横卡冷凿, 继而用工具拿开石门后面的顶石,合力推开了石门,并如法炮制, 打开了第二道石门,进入金券,即毕宫中放置棺果的部位,慈禧太后的棺果停放在金券宝床正中, 分内关,外果两层,盗林兵匪们在手中捅的照耀下,蜂拥而入, 到补席下,顷刻就将外果拆的七零八落,扔在一旁,随后,他们打开内关的上盖, 发现慈禧石身依然完好,面目如生,只是手指长了白毛寸鱼, 尸体四周充斥招数不尽的各种珍宝,为了取宝方便, 他们索性把尸体抬出,扔到了果盖上,匪徒们取进棺内的宝物后, 又把慈禧太后的衣服,鞋子扒下,将上面缝坠的珠宝西树掠走, 连嘴里寒的叶明珠也扣出来,最后,众人一起动手, 把内关移开,露出下面的金井,又掏出许多用来吸壤的宝物, 这才撤出来,寒大宝一伙盗绝的是御灵地宫,据说, 他手下有一个老工兵,是当年修灵工匠的后代, 在这个人指点下,匪徒们选中了雅巴院的琉璃影帝下方作为动手地点, 由于工程坚固,这伙人动用了地雷炸药,先将地面炸出一个大坑, 从此往下挖了一人多身后,露出了木道券的南口, 整个木道券用大星砖封器,他们从接近券顶的部位水平向里挖, 费了很大气力,打通了一个仅能容易个人弯腰通过的入口, 寒大宝帅人顺利打开了地宫的三道石门, 至第四道石门,费尽周章依然无济于事, 他们就顾忌重演,又用炸药说话,随着一声巨响, 第四道石门的西扇门被炸碎,倾倒在地, 东扇门结以在后面的一口棺果上,原来,乾隆帝的棺果不知何故, 顶住了最后这道石门,炸开第四道石门后, 匪徒们冲进帝宫,玉陵帝宫内埋葬着乾隆帝和孝贤, 孝仪两位皇后,另有慧贤,哲民, 书家三位皇贵妃,共六具官果, 他们一顿刀劈腐砍,捣乱官具, 发现其中五口棺内的尸体,都成了一堆白骨, 围熄灭第二口棺内的尸体,依然完整, 这些人一边取宝,一边往外甩骨头,弄得地宫内尸骨狼急, 凌乱不堪,殉葬珍宝被搜罗进境后, 他们才满载而归, 7月10日,孙电英成夜驱车来到马兰狱, 将盗林宝物整整装了, 20辆大车,11日,谭,温两部同时开拔, 逃之夭夭,东陵被盗后, 溥仪在天津张园,召开了一次狱前会议, 派出麒麟,宝熙,陈义邓几名清朝已老, 组成一个七十余人的降察酬伴东陵被盗善后事宜小组, 赶赴东陵,伴李善后, 1928年8月18日, 一行人乘汽车出发, 4日下午抵达东陵, 8月20日,开始组织人力拆通两座地宫的岛口, 因慈禧陵地宫无水,进展比较顺利, 24日,灾泽等帅人进入慈禧陵地宫, 将慈禧时身重新装炼, 一直忙了五个小时, 第二天午后, 众人在此进入地宫, 清理地面, 掩地上第一道石门, 最后, 命工将填起地宫入口, 慢住地面, 恢复如初, 御陵的重炼比较麻烦, 当时, 地宫内积水深达四五尺, 根本不能进入, 只得先用马兰玉城内大库就存的抽水机抽水, 8月30日, 在泽等人才得以督律仆人, 工匠清理地宫, 他们首先将五具凌乱的一股铜藏一关, 然后, 将那句完整女诗金考证, 西家庆帝生母孝仪皇后, 炼入地后妃和藏关的右侧关内, 8月31日, 在泽等人又进入玉陵地宫, 命人洒扫石床, 地面, 掩蔽前三道石门, 赌气道口, 回填隧道, 慢住地面, 9月2日, 一行人乘车冒雨离开东陵, 回去向溥仪复命, 东陵的第二次大规模盗陵, 尽管受到了坚决打击, 但一些利令置婚, 财迷心窍的亡命之徒, 依然不为所动, 继续干着罪恶够党, 1948年4月, 到范流星星带领一干人, 趁夜盗绝了丁灵飞远寝, 他们六个人共干了四页, 据后来交代, 里边全是水, 只好在水中取饱了, 捞到的东西有, 金丝镯子一副, 包金镯子一副, 小罐, 两个, 文药虎两个, 烟缀十三个, 金丝尔缀一只, 怀表一块, 六个人安谷分配, 各有收获, 1948年农历腊月29日, 新城村, 张兴一伙七个人, 趁夜盗绝了惠灵飞远寝中未到的地宫, 1949年4月, 张兴一伙十人又盗绝了惠飞远寝中的另一座墓, 1948年腊月盗的物品有碧喜桃, 两块怀表和一些珍珠, 1949年又盗的翠斑枝一个, 白水晶烟壶一个, 翠球四个, 珠色和碧喜球半钟, 水晶小罐四个, 粉红碧喜球有半个茶壶那么大, 刻盗得金如意一剑, 怀表一块, 金壳表一块, 刘梨平庄人衙, 木球十几个, 七篮香球一挂, 香炉两个, 这些人将两次的盗铃赃物秘密, 在当地和北京脱手, 每人得赃款十多万元, 这起盗案直到1953年9月1日, 才破案, 盗犯受到了应得的惩罚, 1949年2月, 以新立村正兴为首的盗铃团伙, 又对惠灵, 昭西灵, 慈安灵, 定灵, 定灵非元寝再次进行洗劫, 盗取了大量珍宝, 成为东灵第三次大盗案, 在一年的时间里, 他们先后倒挖了七座陵墓, 其中效灵, 昭西灵未能盗开, 定灵, 慈安灵扑了空, 惠灵, 惠灵非元寝, 定灵非, 元寝得了手, 上述案件破案后, 追回了一部分赃物, 郑某等守犯被判了, 二十年徒刑, 其他人犯也分别受到了惩处, 1950年3到4月, 又有实名盗匪, 挖了惠灵非元寝, 盗走一批珠宝, 1953年, 侦破此案, 主犯张欣被判处四年徒刑, 缓期执行, 青东灵经过解放前的历次洗劫, 受到了不可估量的损失, 令, 人扼案痛惜, 足以警示后人, 青东灵中文版作者, 于善普撰文, 林经等摄影当当广告, 购买东灵密史, 慈禧灵寝夜落何处, 青东灵未解之谜独家揭秘, 作者, 林东直男当当广告, 购买青东灵档案解密作者, 李银珠当当广告购买。